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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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这里是邓洪说法 今天会和大家聊的问题 就是犯罪记录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你的记录干不干净 因为在美国如果你有犯罪记录 很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會遭遇到阻滯 譬如你升學 求職 甚至乎申請執照 和申請社會福利都會遇到問題 如果在美國真的被警察扣留過 是否意味著一個人就會留下犯罪的紀錄 是的 其實美國政府是將紀錄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逮捕紀錄 假如被警察逮捕了 做了十個手指的指摸 拍了大頭照 這種情況之下就會留下逮捕紀錄 第二類是起訴紀錄 假如檢控官將案件 易送的檢控 檢察院 法院開始起訴 還有charge 起訴紀錄 第三種是conviction 犯罪紀錄 這類自己認罪 或者陪審團裁定的有罪 這種情況之下就會留下犯罪紀錄 民眾肯定很關心 如果留下紀錄之後 是否所有機構 包括移民局 警察局 或者其他公共部門 甚至公司 我去求職的時候 他們都會查到我曾經有過的犯罪紀錄呢 不一定的 很多時候來講 政府部門來講 可以完全查這三方面的紀錄 但是一般的私人公司和企業 只能查到犯罪紀錄 conviction 和起訴紀錄 真正影響到移民 或者執照這方面的紀錄 就是犯罪紀錄 另一個疑問 如果被警察逮捕過 但是並沒有被最終的檢方起訴 又或者是法官把案件撤銷了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都留下犯罪紀錄呢 都不會的 其實來說 逮捕紀錄 起訴紀錄 不一定是有犯罪紀錄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來講 假如政府沒有足夠證據起訴 或者定罪的情況之下沒有犯罪紀錄的話 這種情況不屬於有犯罪紀錄的 那如果做了犯罪紀錄的清洗之後 是不是真的外界就沒有辦法再查到過往的紀錄 即是真的好像憤不自地抹了它呢 不會的 很多時候來說 犯罪紀錄之下清洗就是將原來認罪 有罪是變成 無罪是有案件撤銷 那個檔案一直都在這裏 所以很多時候問起來 一定要誠實的 何時清洗過 清洗就是證實已經改過自身 那犯罪紀錄的清洗 是不是自動發生的呢 需不需要通過法律程序去申請呢 不是自動的 一定要可以和法官申請 假如你法官交代的任務已經完成 Probation已經過了情況之下 你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 一單次申請的話 法官可以同意將有罪變成無罪 其實說了這麼多 好 最後的忠告給我們觀眾朋友 最好都是不要惹事生非 對 亦都是方便自己以後在美國安居內業 好了 今期的節目差不多 很感謝鄧律師上來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下期的同樣時間我們繼續聊 大家好 我們永俠峰好榮衡 成為人頭馬女十三 認證南加州獨家深容行經銷商 父親節來臨 我們永俠峰 二人頭馬女十三 舉辦優惠活動 凡購買 這十三一支 即可獲送 人手打造 水晶玻璃酒杯 一隻 二友 免費黑名 為你而你身愛 留下最深刻的回憶 是父親節最佳禮品 同時 五月三一號至六月十八號 我們永俠峰舉辦 全面品牌 特價優惠活動 野生未確化其心 野生引黎燕窩 日本北海道士心 花膠兒肚鮑魚 明茶茶葉 西藏野生通蟲草 西街各地名牌紅棗 是父親節最佳送禮之選 請到蒙小永俠峰選球 敬祝各位父親健康快樂 敬祝各位 敬祝各位 敬祝各位